肝炎病毒携带者是什么意思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陈宏梅 西洋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感染科副主任医师 肝炎病毒携带者 以前我们所说的就是 这个乙肝病毒的携带者 其实现在我们不大提这种说法了 那么我们把所有的乙肝病毒 感染的这个患者 都作为乙肝患者 那么以前这个携带者的说法 也就是说这个病人可能是一个 大三阳的状态 那么他的病毒定量很高 但是这个病人的肝功是正常的 然后B超上也没有慢性肝损害的一些表现 那么这种情况在我们既往 可能就称作是一个慢性乙肝的携带者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病毒和这个患者 可能处于一种共生的状态 他的病毒定量 我们说的传染性 主要是和病毒定量的高低有关的 那么病毒定量高 他的传染性就强 那么比如大三阳的患者 那么虽然他的肝功是正常的 他的B超也没有这个病变 但是他的病毒定量 往往在10的8次方以上 那么他的传染性是非常强的 主要和这个病毒定量的高低有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